好,那我開始就是說 主要的話我會介紹 我是後裙,後裙裝 那我目前認知於JSharp 那主要負責就是說 技術精靈的工作這樣子 對,好 那這邊我大概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那我用Java從第一份工作開始 就是用Java在開發 那個時候也是用Java 就是大概J2SE5的時候 就是GenX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是2006年 對,那時候也是用Java去開發 那個back-end的系統 但我們那時候比較少用一些 因為那個時候Straps還是一點多嘛 然後Spring也大概是一點多的情況 好,那我們說那時候就是直接 大部分只有直接用那個Servlet 或者是Java去直接開發 對,還要自己寫那個 寫那種就是Sarkey Server 然後去接contention這樣子 就還蠻有趣的 對,那時候也是在Straps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到那個 後來在Client的部分 就是後來到華碩 有做一些AndroidClient開發的部分 那時候是做那個 WaveMail 就是說可以接那個 Exchange的那種MailClient 對,那這邊的話是做蠻多 就是在資料同步化的那一部分 對,然後後來的話就是在 在IBM有做過自動測試啊 整個這邊 涵帶的內容包含 BVT 然後FVT 這些automation的部分 那有做過一些雲端系統的建置 有做過那個就是線上的那一種 雲端硬碟 就有點類似Drop-ups 這一類 但那個是有專案的一個需求 就是說像政府啊 或者是什麼一些政府單位 或者是學校 他們想要建置一個就是 Unpromised 就是說在自己的機房 建置一個那個 就是雲端硬碟的需求這樣子 對 那主要其實工作的經驗就是 有大公司有小公司 那小公司的話 主要都是以Straps為主 那大公司的話就是像華碩 還BNZ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 Heart2Chop 他也是一家R-style 那也是 我們是去年10月成立的 那大概今年 今年大概前幾個月 那我們的網站剛上線 對 那目前的話還是在一個 市營運的階段 那大家其實有興趣可以去 我們網站去瀏覽一下 看看我們的那個網站做什麼 然後給我們一些feedback 對 因為我是覺得 電商 因為我們是做電商 那電商在台灣其實 進展還蠻大的 那希望是可以做出 不一樣的成績啦 對 那也希望 自己的目標是希望說 打造一個大系統的環境 就是存台灣的那種 Stra.com 這樣去做 對 就是希望像淘寶一樣 可以做到這麼大的一個系統 對 好 那再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那我們公司其實 這是一個電商的平台 那我們是專注在 另外就是 B2B2C 那類似就是 那個 Yahoo的超級商手 或者是PC用的商店街 好 那當然我們不是只是 Copycat 然後去做這種商店街的東西 那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達到一個 山影的局面 在我們的Bender 在我們的消費者 還有我們自己平台上 那大家都可以得到 互惠的方式 然後去得到更好的消費體驗這樣子 那 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有整合正群平台 那我們自己做社交的部分 那這邊還在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但是我們還有 還在目前還在規劃更好的一些方式 去做電商跟社群的方式 整個 那我們的時候 可能就是說 你不需要懂電商 因為電商懂你 好 那這邊也會再用到一些 像Data相關的一些分析的技術 做一些Data creation 然後去投放更是你們的廣告 在更需要的時候 就是 就是介紹推薦更好的產品這樣子 好 那 回到今天的講題好了 就是說 我們在開發一個電子商務的網站 來講的話 好 就是 營運的電商跟 營運一般的那種 公司線上的系統 我不知道現在 就是在場的各位有多少 就是 實際在run一個online的那種web 可以選 可以舉一下手 喔 其實好像不是很多 對 因為如果說在 像我之前的經驗的話 就是run一個公司 跟 run一個公司內部的那種環境 跟在run一個online 你要 確保它是 就是 20th hour的那一種 就是你都一直是available的那種 其實那種壓力真的是差蠻多的 我自己過去的經驗像IPX 那種都是內部環境的server 然後使用者環境也比較單純 對阿 那這個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 這中間的一些差異 然後有一些點啊 或者是我們 還有我們一些遇到的一些經驗 上的一些分享 好 那內容的題目 因為是DevOps 所以我們就會包含 Development Test Deploy Monitor 這些東西 好那還有一些就是 額外的就是 EC平台 上面跟之前像我做那種 線上的那種 就是online storage的那種 Service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EC平台需要注意的安全性又更高 好那這邊也會做一些經驗上的分享 對 好 那就我自己對於DevOps的認識 那這個東西其實講也蠻久啦 2009年開始就是從那個 呃 彼此那邊吧 還是荷蘭那邊的就是有一個社群 就是DevOps 它們有在推廣這個概念 就是DevOps 再加上Uperator 這兩個合在一起就是變DevOps 這個 這個東西 那最近很夯因為 像 呃 AWS 從雲端那邊出來之後 然後有OpenStake 然後現在很多大廠 IBM HP啊 然後像那個 也有那種就是 像IBM HP 他們都推出一些on-promise的那種 DevOps的一些 的一些 對 那就我自己的理解來講 DevOps 比較像就是 更能符合 Agile的那種 開發的環境的那種需求 因為它是 能讓你更快速的把你 開發出來的東西 推出到市場上 然後 讓這個設計師更快的online 然後即時的監控 然後 收集到一些feedback這樣子 那現場很多前輩 那大其實 都 可以提出一些 你們自己的想法 那對我來講 就是說 在 就是讓開發 跟 營運這一端 因為之前 早期的時候 營運鬼營運 他們去顧集吧 那他也不知道說 你軟體到底在寫什麼鬼 那有時候 你光是改一個變數 就搞到那個 IT那邊的人都 都會跳腳 都很不爽 對那 那在開發這邊的話 我們 我們自己開發的環境 都很單純 都本機local 那DB也自己裝 然後 有需要catch也自己裝 所以你都不會知道說 營運那邊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安全性來講的話 你也不會設定得太嚴謹 因為 畢竟 畢竟測試資料 你爛掉就算了 但是online的那些 實際上的資料 就光是網路的那種架構 就切成好幾層了 然後再加上說 DB的那個權限啊 DBA的設定啊 這些的 對 所以 DevOps比較就是說 把這兩個 融合在一起 讓Developer 他也知道說 Operation上面的一些問題 然後讓Operation那邊 也知道說 從開發的時候階段 他就可以早期的去 involve到整個 系統的那種 建制跟開發 對那 其實這個大家都 對啊 所以我今天行看的主要 會包含這幾個 面向這樣子 好 那 回到 回到我們公司的話 Here to Sharper 因為我們是用Java 喔 跟今天Java的那個 Discount比較相關 大概就這邊 對 我們用Java Java 然後Spinfoot 這兩個去開發 那我們建制的環境 就是 Essue Tracking是用Raymine 然後CI的部分 是用 Jenkins 好 那測試的部分 還是一樣 就是用Junit 就是有Junit 這是基本的 然後Salemian去做一些自動化 Deploy的話 我們的那個 Depoy的環境 是到AWS上面 所以我們自己內部 是沒有 就是Protation的機房 那Monitoring的部分的話 就是 主要還是看ログ為主 然後還有 Selenium這些 就是每天會去 定期去我們 線上跑 然後 再來的話 Feedback的部分 還是一些 比較人工的方式 收集一些 客戶上的一些 Feedback的 然後我們再人工去看看 說這些issue 然後怎麼樣 到底是issue呢 還是那種 就是說 只是系統上的性質 這樣子 好 那 先去介紹 比如說開發環境的部分 那我們 是用Agile的 就是內部是ROM的Agile 那Spring的話是兩個禮拜 那Daddy會有Squam 然後兩個禮拜結束之後 都是Review跟Premium這樣子 好 那其實在ROMSquam的時候 我自己的感覺是 因為我們是Online的那種 Online的應用程式 所以在角色定義位置上 我覺得Squam Master 花道Owner跟Tim的那些角色 我覺得是一開始 就要非常非常的定義清楚 因為 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U端準是會有新的需求 像他就會講說 欸我今天要準備銷售 好了 好 那其實以電商來講 電商盤蓋的那種 電商 電商我一開始想說 就不過是商品 商品的資料 商品的表 放上去 然後賣了就好了 其實不是這樣 你賣的時候 你還要Snake Shop起來 就是說你當初賣的時候 因為商品的規格會改變 那商品還有帶規格 好 那這個是簡單的 就是一個一個商品的話 那你就直接一個一個賣就好了 但是很多業務的需求是 可是我一個一個商品賣不動啊 我要組合啊 我要有優惠啊 就是說 欸紅配率 紅配率不是省一百嗎 那一樣東西 我們都買三 就是同樣一個商品 不同規格 假設海苔好了 辣的不辣的 還有 還有帶那個什麼 寂寞口味的 那我綑綁在一起 我三個一起賣 那是不是要省一百五 好那這種東西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在Pata Owner 他在設計這個Pata的時候 就必須要非常清楚 就是說 就是我們之後可能 未來Roadmap要怎麼漲 那跟其他一些 既有的那些電商的context 就是 既有的那些context之間的一些 你產品就是說 你要設計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量到一些 擴充性的面向 對不對 那Squadmaster就是在 然後在Squadmaster在排定這些 那種排二體的時候 要非常的小心 這樣Team才不會就是說 今天這個很急 業務需要 我就馬上去做 明天那個很急 業務需要 我又馬上去做 那既有的那些Pata Owner開發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對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 真的是Agile嗎 好 因為有Wrown過Online的那種 Wip location的人 就會比較有感覺 因為 今天你出了一個Bug就是 你沒有辦法單獨一個退貨 或者是說 你買的時候 線上突然發現 你接著第三方的金流 會出問題 偷偷告訴各位 因為我們是接OperB OperB最近被罵很兇 所以其實我們受到一些影響 那不像是那個 當機八小時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也沒辦法買東西 對 然後 那我們遇到像OperB這種 這種狀況 我們就會講說 就是 業務端啊 老闆那邊就會講說 那OperB是不是要換掉 但不是OperB說換就換 因為我們也 研究API這麼久 然後也開始開發這麼久 然後中間業務的往來 就是說 我們開了一張信用卡刷卡 或者是ATM的那些什麼東西 那這些都不是說 說換就可以換的 因為連那個 callback那些東西 我們要鎖它的IP 才能過來 然後他們也要鎖它的IP 連IT那邊其實都要堅持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比較 就是這種臨時的業務需求 它就說下禮拜要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在 Powdown那邊要自己去 定義的清楚 因為 因為像box 那種不能購買這種box 就很重要 然後再來像feature 就是這樣 我剛剛講到新的feature 就是我要捆綁商品去銷售 對 然後還有data的一些不正確性 對 然後還有data的一些不正確性 那這種東西的話就是說 你要讓你自己的 scrump team 必須要非常focus 在既有開發的商品 就是既有開發的feature上面 但是你要 額外能提供一些 六段的需求 因為他們常常要做的東西 要新上版要幹嘛的 對 所以這個在影音上的話 我們會越來越 因為需要很大的彈性 好 然後在brand部分 因為總會有例外 像我們在經營模式上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聽過就是說 競銷除或者是代售代付這種 營運模式 好 那你們 就是有做電商應該都知道 競銷除跟代售代付 那光這兩個東西 就是發票要怎麼對 就對不起來了 好 那那個 然後 在台灣的話 一般商品都是 這邊講到就是發票的部分 在台灣的話一般商品都是 就是5%的稅 那其實有些商品是不用稅的 對 就是因稅免稅 然後還有一種商品是 零稅率 就是國外平衡輸入的那一種商品 它就是零稅率 它其實是有過海關 然後在 我記得單價好像是在 3000還是5000底下 它是不用收稅的 那這種 就是發票的模式 一開始你也講到就是 全部的商品都是要稅 就是要5% 好那當我們發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還要跟5%聯絡 就是說 那我發票 我還要開混合的發票 因為一張發票上面 其實只有 就是因稅 就是一種發票的模式 如果你要開混合發票 你要跟5%特別的申請 而且他們還沒有零稅率的發票 這種東西 對 然後還有特殊規格的一些需求 然後 然後 Sephavi的一些API 這些都還蠻多例外的 就是 在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 這麼早的去知道這些東西 就是變亂的時候 你遇到新的店家 或者是新的消費者的需求 才漸漸不要這種問題 所以 所以其實計畫 永遠趕不上變化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所以 因為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就必須要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必須要有彈性 然後 要很容易去refect 好 這是我們目前開發到現在的經驗 因為我們 6月上線到現在已經進行第二階段refect 那 可以這麼容易的refect 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必須 你的整個架構是roost cover 分層要分得很清楚 就是service要獨立的很乾淨 就是說你可以隨時抽款 像 像我們在 做一個 假設有一個subsystem 像接 接那個簡訊那一塊 那個還算好啦 就是說 像我們的order order就是從購物車轉成訂單 然後再從訂單轉成 轉成到那個 實際上要開 就付款 付款之後還要開發票 然後如果這時候發生退貨什麼的 好 那 付款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是歐付寶而已 那我們如果再加其他 因為每一個銀行其實 如果你個別跟銀行談的話 就要一家一家一談 好 那如果中間這樣很容易的去 類似做成付款是plug-in模式 所以那個訂單的流程 必須設計就是說 訂單它是有life cycle 然後在每一個state的時候 都可以去插入 就是說prehandle的跟posthandle的 這種概念 才可以去應付這種突發狀況的那種 臨時的需求 好 那還有 就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說你必須 你如果要做到這麼有彈性的系統的話 你的 產品的 就是你code quality跟style 就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好 好 因為你需要去同才之間 互相去review 然後互相去合作 那你一個人 如果coding style不好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其他人 怎麼樣進去幫你改code 那當然我們也不希望 我們工程師24小時後加班 那也沒有這種操委 可以24小時後加班 所以通常都是 一個task 通常現在都是 至少會有兩個人一起做 那互相做backup 然後互相review 對 那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其實這個 這個 會放這個圖的話 比較像是我們目前遇到的狀況 好 一開始plan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先做一個話 但是你遇到一個星區球 就跌上去 就跌上去 變這樣子 有點類似跌雙駕屋的情況 那現在就是 我們要去猜它 就是在refactor 變成一個比較好的 一台車 該引擎就是引擎 該車頭就是車頭 對 就這樣 好 那 在開發部分 比較符合Devup的需求 就是第一個 我們Ramite TK上面 Commit的那些subject 會強制要求說 我們developer 需要去帶一些 前端的tag 因為Ramite 可以去support 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它可以做 做TK跟code 就是Git上面的code 一個整合 那你只要壓這個tag Ramite上面設定 其實就可以把那個 這次改的地方 就是附在那個TK上面 好 那code的話 我們是 在 產品code開發上面 我們是 borrow那個Github Pro 在 但我們內部用的是GitLab 所以不是Github 這個東西 然後每一個feature 每一個bug 都會 開另外 就是因為我們在 用issue tracking的話 StateMine會開一個Ticket 然後在 每一個Ticket做完 它就是 一個Ticket就代表 一個branch 在Ticket裡面是一個branch 那這個東西做完之後 就會發一個merge request 有用過Github 應該會比較熟 因為這個就是pro request 是一樣的東西 對 然後merge request進去之後 在Jankys那邊 它就會根據 每一個branch 它去build 比如說 至少它確定它CI是過的 unitest 然後簡單的BBT 這些都是過的之後 然後再進行call review 那如果說 你連unitest都 unitest都沒有辦法pass 那其實沒有call review的必要 對 我是這麼覺得 然後所有的merge request review完 merge進去之後 它都會直接deploy到 我們那個db的環境上 所以理論上來講 db的環境都會是最新的call 對 好那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也不是一開始就做成那樣子 那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應該大家都有一些感覺 這是 就是一般之前大概六七年前的 Gith的那個 Gith的一個flow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總是會有一個develop的branch 然後會有master的branch 那master的話 都會只有一個穩定的版本 那所有的那些feature box 或者是什麼的都會 全部都開一個新的branch 然後merge 回develop的那個branch 然後等到develop的branch 開發成熟了 然後測試過 通過alpha beta的一些測試之後 然後選一個穩定的版本 然後放到release的branch 然後準備merge回那個master 然後bench 那邊壓tag 壓版號 好 那我們一開始其實也是這麼做 那我們那個develop的branch 就是在我們內部叫QA 所以每個人的所有做的事情 都一定要到 開一個新的branch之後 就merge到QA那個branch 然後這個QA的branch 就會自動 deploy到那個DEV那個機器上面去 那等到穩定 然後QA evolve 測試完之後 就會放到那個staging的machine 然後它其實就是在 DEV的那個 它會有一個subset 就有一些新的branch 可是它並還沒有完全測試完畢 或者是還有一些bug的話 它不會進到staging的那個 就是它不會進到master 所以staging上面不會有 然後 因為這個方式 它是要確保說 我們的masterbranch 一定都是隨時可以 deploy到plash上面去的 對 那為什麼 這個的話 對 但是還是有個旦系嘛 因為總是 因為這樣子分兩個 傳統的gip的那種flow 其實 我覺得在線上的系統不好用 因為 這個就是我們後來會看到的 那個git的漲法 因為我們還要先merge 可以看到底下就有一些 就是merge into QA 所以同時的話 大概會有十幾個 二十個這種數的漲法 那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除了說看起來不好看 然後很難track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 像柯P就容易抓頭 第一個就是說 你分兩個branch 有developer決定說 你要merge到 現在要merge到 QA那個branch 還是merge到 Nest那個branch 你自己的developer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到底 到底 到底merge了沒有 好 你通常都是 你自己 像我自己開發 習慣上 我就會直接merge到QA 但是有時候 QA要merge with master 有時候就會忘掉 就會漏掉那一個 對 然後 在 developer跟QA之間的溝通 因為我們是用remight去做issue tracking 那所以我們就壓了三個狀態 一個是resolve 一個是verify 一個是feedback resolve就是說 developer他修完這個東西 他code已經進到QA了 然後這個時候 QA會進去DEV那一台機器上面去測 測試客戶 他在叫verify 然後這個時候 developer看到 QA已經測試過了 OK了 那我再merge為master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壓上feedback 那其實這種狀況 你自己不小心 我覺得這太複雜了 因為你自己不小心容易就會搞破 對 所以 後來就發現說 而且這個地方 我覺得還 我們那個時候還覺得 就是缺了兩個很重要的地方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步驟啦 一個就是call review 因為這個其實你自己 自由心增進去merge 其實你不知道你敢call 到底怎麼樣 然後 其他人在你merge進master的時候 其實沒辦法再幫你review一次 因為有時候會有config 所以config的時候你會修 然後你merge會master的時候 你其實這個時候沒有call review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時候call review也OK 但是你還是需要一些 其他同儕的一些意見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 後來就找到就是 pehop的call 好 那它比較像就是說 它的master是隨時都可以去 也是一樣 master隨時都可以去deport 但它不會另外再切一個 Dev 就developer的那個branch 它就是所有的東西 都是開一個新的branch 然後在上面修修修修修修 然後在上面修修修修修 修完之後 沒有什麼master 所以master 永遠都是可以delive 就是可以deploy的東西 那我們是用delive 對 那我們希望 目前的一些 就是一個 DGV life cycle 就會比較像是 DLive的這種flow 它從master the branch 我會開一個新的feature branch去做 然後中間有一些config的一些change 就是可能 我就做做做做做 修完一部分 我就先config 修完一部分 我就再config 然後最後 我就sumig 跟prolucos到 到那個 在GitLab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 其他同儕就會進來看 然後留一些comment 然後看一下 主要是 CR會先過啦 但是CR會先過 然後其他同儕再進來看說 你這邊是不是有一些API 已經implement過了 或者是有一些 Dubic code的地方 或者是說 有一些狀態 你其實沒有測試到 這個時候就是 就是會有同儕的review 然後加一些comment 最後都ok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merge到master branch 然後master就可以deport 對 那這個是 我們一些內部 實際上運作的一些概念 那其實在那個sumig prolrequest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那個要設定 系統要讓它可以自動去建置 不要讓 就是它 一sumig 就一發那個merge request的時候 你CI就必須要 可以去build 然後可以就是 馬上壓回那個 就是 GitLab上面的狀態 就是 就是在那個 issue tracking 應該是sauce code control 跟在那個 CI的那個merge 上面就要有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就是說 這邊我只要壓一個jenkins 然後它就會 build就會區隔 然後 build最後finish 如果有test的話 這個時候才有 就是最後才需要人進去review 然後壓那個讚 或者是怎麼樣 然後 好處是用 這種工具的話 它可以直接在網頁上面 就可以看到code定 所以 而且這個地方的話 是你可以 把每一行下去壓你的註解 還是什麼的 對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在我們實際上 遇到的狀況是 這些都是open source的tools 但是它們並沒有整補得很好 像剛那個 我放到GitLab 發了一個merge request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讓它自動去build 因為我的GitLab 不是企業版 是community的版本 所以 我只好用就是說 固定的 用point job 固定到它每分鐘 每五分鐘去run一次這樣子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CI那邊 我merge的進去的時候 它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直接更新到remite上面 所以有時候這些狀態就必須 自己的 developer就必須要很專注在說 我做什麼事情 我還要記得去改什麼 那這個東西總是會 其實做久都會落高 對 所以這個在open source 這些tools在折合上的時候 我目前還沒有發現到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解法 那以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這樣是夠用 但是developer自己要 隨時要知道這樣子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CI做 目前只有做unitest 然後有做那個 簡單的BPT 但是其實會希望 之後可以整合大科去做那種 就是簡單的一些 不同的選項 像lock in、lock out 然後去買東西 去上架 然後去前後台瀏覽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很需要的一點就是說 你的developer的素質要非常好 然後你要從 常常去 就是不斷的去結形 因為 那個developer的那個process 一定要隨時 隨時注意 不然只要露了一點 就容易就 就跑掉 然後就遷就 就是用一些比較 遷就的方式去解決 所以就不需要常去要求 然後 要常常可能 一個月就要review 就每次review一次 然後就要列出一些 欸 這個 這幾個DT需要再 在他在那個life cycle的時候 需要再注意一點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那剛剛那些圖啊 一些東西的話 可以在這個link可以看到 就是 如果要轉換那種 開發的那種步調 或者是開發的流程上 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gitlab.pro 然後還有一些像大陸那邊 有一個論壇有分享 對 好 接下來的話 講到測試的部分 好 其實developer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選 在測試的部分 那我們是希望說 在DEV這邊 就可以做完 unitest的PV7 好 然後在 接下來 就做一些functional的 一些test 還有performance 的test 然後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自己目前定義 是比較像是在Staging Server上面做的 好 然後在production的地方的時候 你還是要做一些 固定的 一些monitor的東西 或者是再做一些functional test 好 那這個 看一下 這邊的話有一個link 可以講的 就是在 continuous test 在DevOps的環境裡面 大概可以怎麼做 對 然後 這邊再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就是 DEV的話 因為我們每一個 merger request 都會deploy到DEV上面去 好 然後就會做 這一個BVT 然後每天的話 我們在晚上會做一次automation 好 這個時候是jentings會去trigger 就是自動 有一個框架 我們自動去trigger trigger那個 用selenium的那個plugin 它就自動去trigger trigger一台slave的機器 那開始會做簡單的browse 就是說你到landing page啊 然後去做login logout 然後去update product 去new product 然後看社群圈那邊有沒有更新到 然後再看就是 嘗試去購買商品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每天都會 直接去跑在我們的那個 測試的環境裡 因為測試環境 永遠會有最新的call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在staging上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staging 它是在我們內部沒錯 但是我們把它開到 就是從外部可以打 那有一些地方在 在內部的測試環境 沒辦法做到 像第三方的金流 簡訊的整合 然後像一些social media的一些整合 像我們還是有一些 Facebook分享的功能 有9分享的功能 那這個如果說你在內部 外部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根本沒有辦法測試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定義 是比較是像 acceptance test 然後只有在staging的環境上面 可以測試 那這個環境 主要不是給rd的team member在做 而是給QA 然後給那個producer 然後還有EU那邊想要早期 知道一些新的環境的時候 他們可以看一下 對 然後在plushroom的部分 這邊的話 我就是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senalium的話 是每個小時 會在plushroom上面去run一次 一樣是登錄登出 然後商品的瀏覽 然後去更新一些東西 這樣子 然後嘗試去購買 對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我們找到一些free的一些網站 他可以去測試你的那個 你的online是不是還是正常活動的 像uptime的那個東西 然後像webmount.com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change detector的話 他可以去了解說 因為像前面那兩個 他只是會去pin你的server 看是不是還有response回來 那通常如果說你有一些server internal error 像500的時候 前面那個網站也是抓不到 那第三個那個change detector 他就可以抓到 因為至少他可以知道說 內部是有一些內容的 而不是500變白畫面這樣 然後我們還有用的是一個senu 就是這個是在Windows環境上 然後他每天會去 我們也是設計大概一個禮拜跑一次吧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的QA有寫一個 就是Visual Studio 現在有提供就是有一個low test的東西 你只要在寫一寫之後 你把你的code丟上去 他就會去爬你整個網站 所有的連結 就是triple score所有的那些連結 那像這邊的話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senu的這個 這個券出來的 跑完之後券出來的人code 他就會把 像這個的話 我們這個run出來的話是 會有一個商品圖片會漏掉 他就會把那個link 壞掉的那個link 直接抓出來 然後就會看不同的方式去做 然後因為他是所有的UIL 網站所有的UIL都會爬過 所以他就會捐一個報表 就類似這樣子 因為我們總共有17000多個UIL 然後裡面的OK的數目啊 然後還有一些看跳過的東西 然後總共download多少size這樣子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然後 但是 剛剛用的那些方式 我們目前都有用 還是有一些東西沒辦法做到 像 CSS的Layout如果壞掉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是必須 就是等看到的時候才會反應出來 因為像 有些東西那個簡單的tag Hidden跟Beatsability設定 只要稍微調一下 你的商品圖就不見了 那像這種都是CSS的那種 這種早期的測試 那我們目前就是 在研究用Security的方式 因為Security它可以去 它那個ID的介面比較容易 就是它可以去直接拉一個 假設說你的網頁 它拉你一個區塊是長次的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設定好 然後寫一個Squiv的腳本 然後去 再透過Security跟那個 Jenkins的整合 它就可以自動去把它叫起來 然後 Jenkins就跑 那這個就可以做到 有一些樣式 確保那個東西不會跑版 然後有該顯示的地方在顯示出來 然後 因為是電商的網站 那其實在Google 他們在做那個 他們在做Index的時候 很強調的就是說你的 你的網站的速度 所以像我們就會固定的時間 會去用那個 Google的那個PageSpeed Inside 去跑一下整個網站 因為他們這邊的話 就會跟你建議說 你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 像你的CSS JS沒有做Minify 然後你的一些 Steady的Resource 沒有做Catch 沒有做BrowserCatch 還是什麼的 或者是你的一些圖片 裡面有放到 Resize到最四行的Size 這些都會講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網站的那個 主要網站 主要網頁的那個 Response Time 不能太久 對 然後除了那個PageSpeed 的InSize之外 我們還有做那個GT Matrix 那這兩個東西 是差不多的 就可以交相比對 然後它會有自己的建議的思想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Google的那個WebNest的Tool 它可以去判斷說 你的StructureData DataHighlight HTL這些 一些improvement 它都會建議出來 掃一下就可以知道 對 好接下來就是講說 就是開發跟測試的部分 都剛剛都已經提到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整個環境都在AWS上面 那我們有做HA的架構 這目前我們在AWS上面的那個整個架構圖 因為我們是切到VPC 還有做AD這種情況 那 從那個Law Balance進來之後 就會有兩個 就會一開始的話 會有那個NAT的機器 因為我們出去的IP會固定 所以我們前面會放兩個NAT 這樣去把我們的IP壓死 不然的話是有的WebServer 因為WebServer那一層它會 它會動態去浮動 然後那出去的 而且WebServer的話 我們是放在Five的那個內容裡面 所以它不應該把它的IP 讓外界知道 所有的IP其實 進入點的話 目前的話是只有兩個 就是這兩個NAT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DP那邊的話就是 就是除了左上角那一塊 是Public的內容之外 剩下都是Public的內容 然後我們有自己 就是 再來的話就是 內部機器去監控 像Deployed Server Armite Server 這個是從我們公司那邊 可以去連線的 那這個就是鎖死 把IP去鎖死這樣 那目前是這個樣子 好 因為要一些架構 所以Deployed的時候 你就不是只是update一台車 而且你要for 就是二十小時 同時都不會shutdown 所以這邊在Deployed的時候 其實我們 還蠻suffer的啊 就是目前的情況 一開始 第一步的時候 就是手動 因為趕得上線 看東西剛開發完 然後 還有就是說 我們公司其實是沒有IT的人 全部都是Developer 那Developer去兼Develop 這個動物 就有點像是 Developer直接去做那個IT的工作 所以其實一開始大概都是 手動去做比較多 就自己jar丟出來之後 自己放到那個跳板 然後跳板再放到那個 或是server 你看就是都打旁邊 然後到或是server的時候 再自己跑 那一開始其實還蠻痛苦的 對 這其實非常 非常痛苦 而且又很容易出錯 然後所以現在 我們就一定要改變嘛 所以就是 再來的話就是 一開始因為 我們用Screen Boot 所有的resources 全部都打包在那個Stand Room的jar 上面 好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第一步就是 把這些Stand Room的resources 拆出來 放到CDM上面去 那放到CDM上面去 有一個點就來了 就是 你放到CDM上面的東西 你必須要壓版號 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可能有碰到的都知道 因為CDM它會catch一段蠻久的時間 如果你沒有壓版號的話 你永遠會拿到舊的東西 對 所以最後我們那個長出來 就會有點像這個樣子 就是 Head2Shout.com 然後中間有一個版號 這樣才強迫CDM那邊去 Fetch最新的資料 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之後我們就是 在捐騰上面加上 S3的Plugin 然後這個時候 Build好的東西 就自動放到S3的 一個Plugin裡面去 然後放到S3的Plugin裡面去 我們在透過AWS的一些script 就是Call AWS的一些script 就是Call AWS的一些script 跟一些API 然後去讓那個新的機器 就是在那個ELV的那個 Auto Scaling的那個 Group裡面先去shutdown一台 然後在apply新的bindery之後 再up起來之後 再換swap另外一台這樣子 對 那AWS這個地方 就有點半自動 但是至少有比較好一點 就比較自動化一點 那這邊AWS的一些 CLI的一些command 就是說 Auto Scaling那邊 我就先把一個instance 放到那個Standby的Stage 然後update完之後 在SStandby這個Stage 所以我再去看看說 這些instance 就是都有在那個ELV的Group裡面 那這個是比較小的更動 那比較大的更動的時候 我們會直接create一個新的instance 然後直接掛上去 然後再把舊的 直接去 直接detach from那個ELV這樣子 那這邊有秀一些簡單的comment line 那這個都自己寫script去做 目前還沒有想到 比較更好的方式 所以最後會有點像 這個圖示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Janky那邊 把最新的jar 放到s and bucket 然後去一個那個webserver 他們去自己去apply那個新的data 這樣子 新的bindery出來 這樣就可以做到半自動化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希望達到的一個效果 我們現在這個地方還在改版 那希望達到的效果就是說 把那些steady的resources 跟code的那些service分開 然後放在不同的機器上面 對 那這樣子就可以完全達到 就是前後端可以分裂 後端的server它只要 然後2.json的格式出來就可以 那前端的話 可以再用其他的webserver 去處理這些事情 就是處理前端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再放 像比較新的一些 前端的一些工具 像react 或者是說像 現在比較 我們自己在選擇是react.js 沒有打算 上於angular那邊 好 那這樣子在前後端 就是至少在deploy一些 靜態檔案的時候 可以更快速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one click 就可以deploy這些整套東西 那目標的話是 如果一天有需要的話 就是每一個考密都可以 deploy到 Potash上面 那就是 類似 至少可以像人家講的 就是一天十幾個 deploy上去 那再來的話就是 現在對待設備的就是 用hubot 再加slack 那hubot 就slack的話 你是內部在chain的工具 那其實你整個hubot 就是這個是 e-hub那邊 release出來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在chain rule裡面 直接說 我要deploy某一個ticket 某一個ticket之後 它就會直接上去 對 那目前要做的是這個 那還有現在目前 有遇到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就是在 因為我們是用hypernet ORA 所以在rollback上面就比較 還沒想到一個比較好的解法 那目前因為dbe上面都是會做 先 在dbe有schema change的時候 我們先 還是一樣先 先copy down下來 copy一份 做一個snake shot 然後如果真的有問題 要rollback的時候 還是拿舊的版本 然後再搭配舊的dbe去上 那這邊還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解法 對 然後在那個 檢測的部分 那目前有做到的是 就是cloudwatch 然後有狀況的時候 它會發一些 notification到 到那個email 或者是到那個手機的簡訊 這個都可以做完 但是我們現在在log的那個機制 還沒有整得很好 因為都是比較deployable出來的 然後在IT那一塊 就沒有整個那些log 所以我們還是像我們自己都笑自己 還在時期之代 你必須login到那個跳板 然後再login到Web社會 然後去taleVI 看那些log 這樣子自己去找 要手動的 那這些都太多太多的人工去記錄 所以其實沒有很有效率 而且沒有辦法大家都互相 然後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VI去看那個log的file 然後一行去找 那其實蠻痛苦的 那目前在嘗試的是 第一個是先用papetrail這個東西 至少我可以把簡單的log 文字的log全部都整合在 所以因為HA的話 你通常都會有三到四台 目前線上總共有四台AP的serv 因為有分解後台 所以有用到四台AP的serv 那就至少可以用papetrail的話 是可以把這四台AP的serv 的那些log都放在一起 那接著還要導入的是 Fluend這個東西 那它除了AP的serv 的東西之外 還可以再把那個ELV的log 然後我們中間WARF那個 有用一個APACH APACH的log也可以放進去 然後那個 那個MySQL那邊的log 也可以放在一起 然後再搭配前面的那個 Grainite 它可以做一些圖形的顯示 這樣子 那還有Nag就是 監控所有系統的狀況 對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可以從瓦力的時代 變到一個 讓你的developer 可以製造一個 比較快樂的一個工作環境 就不會那麼辛苦 好 那接下來再講一些就是說 我們這樣子大概開發這半年多一年 遇到的一些狀況 那因為我們一開始的話 會選擇Spring Boot 主要是因為 Spring Boot它其實可以很快速的上手 那它又少掉很多以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 Java Spring 相關的經驗 那之前的話都是要 有一個那個 Application Contacts的那個 Exit 而且很累 那現在Spring Boot的話 完全沒有那個 Time的設定 你就是直接 直接用 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的方式去做 那爆出來的話 變成一個 Stand-all的JAR 其實在Deploy 或者是你在開發房間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就直接 JAR JAR-JAR 然後那個JAR的Name 就可以run 對 但是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遇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在開發房間 Eclipse裡面 跟你爆出來那個JAR 光是那個 就是不一樣的 就是 因為你爆出來的JAR 你如果沒有設定 Pon裡面沒有去設定的話 它不會主動的 把那些Static的File 包進去 所以你變成說 我們在Server那邊 一開始遇到的狀況就是說 你Bull Object 結果你所有的那些 CSS 那些JS全部都不見了 每次一進去就會跑板這樣 所以就必須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在Eclipse裡面 它會自動幫你去連接這樣子 然後因為包成 然後再來之後 再來有碰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包成一個Stand-all的JAR 所以你要換一個 如果你只是一個JS 要修一個Bug 你還要去把那個東西 就是你還要再重新包一包 變成一般新的再Deploy上去 那這邊其實都還蠻費工的 那所以我們目前的解法就是說 要把靜態檔印跟Java的那種 純Java的原件都完全拆開 那靜態檔印的話 就讓Apache或者是Engine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 這是剛剛是比較開發上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是做電商 所以其實有蠻多security相關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個就是說 Readerate的一個issue 因為我們在 我們廣告有做checking 然後我們一些view有做一個checking 它比較像是 就是大家用Google的話 其實你Google一個東西出來之後 你進去點那個連結 它其實都會先打到Google 然後再Readerate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目前蠻多 大概主流做廣告點擊的統計跟分析上 都會這麼的做 所以我們就有一台Engine X 在做這個動作 但是 其實你不要 Readerate to 301或302的話 你就有很大的機會被hijack 就其他的網站 他會去模仿你的那個 他就是說 他去偷你的domain 欸不是偷你的domain 他就是模仿你的東西 然後去hijack他其他的那個客戶 因為客戶看到假設信任你的話 他看到YouToShop的domain 他就會直接點下去 但是如果你這邊 像Readerate這個source drift referrer那邊 你沒有壓自己的話 你就 這個link Readerate那個link 是可以隨時貼在其他一些 阿里不達 假設就是一個hack.com 這個domain上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我們目前的做法就是說 被referrer這邊要壓上去 就一定要是我們 domain來的東西才可以 才可以做referrer的動作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他可以 他還是可以referrer那個attach attach 他其實自己架一個內部的plastic server 然後去把那個referrer的那個 那個head改掉之後 還是可以換掉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 用了一個 我們有用那個nginx用lua去寫 算出他的md file 然後attach到那個referrer裡面 會有一個field 你看我們那個 右下角有一個argumentr 就是referrer的destination 那邊就會去算嘛 然後那個m的話 就是checksound那個部分 必須要符合md file的那個解法之後 我們才會跳過去 不然的話 我們server這邊會return 403 好 就不會讓他過去 當然是security issue 大概是這個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有一些頁面你還是希望可以referrer出去 變成一個iframe 那傳統上的話 iframe response出去 就是我們全站都是 iframe要embed 只能再從一個domain去embed 這樣子 但是有一些額外的需求的話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壓另外一個tag 就這樣子 就避免有心人士 好把你的網頁內牽在他那邊去 然後去偷你的cookie這樣子 因為只要你把 你如果去 可以export那些iframe出去那邊 embed他那邊 他就可以偷到你的cookie 因為他現在在你的domain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來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 我們一開始是用 cloudfront那一個domain 就是我們CDN那邊也是用cloudfront的domain 但是用久了之後 發現Facebook其實 會把cloudfront的domain 當成是一個malicious的domain 所以他不會 就是讓我們分享到Facebook 所以他就會出現說 欸 你的那個source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都會沒有辦法去分享 像我們就會掉圖 圖就沒有辦法用 什麼東西都沒有辦法用 但連Facebook上面 下廣告都不行 所以這個地方 你就是要CDN的話 還是要壓自己的domain 至少是比較容易相信的 對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9月有辦一個 一起去旅行的活動 那這個東西因為 現在可能真的景氣不太好 有一些需要小學習 我不知道在場各位有沒有去玩過 因為我們就是送免費的蛋塔可樂這樣子 對 那一天 就是一開始的第一天 因為有人幫我們PO到那個PTD的省錢版 之後 在16個小時之內 就達成了1萬筆的Tensation 好 那達成1萬筆的Tensation 剛開始的時候還好 因為DB的那個容量還沒有 就是DB還沒有卡在那邊 但是我們那時候沒有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把一個counter的那個數值 壓在table上面去 所以他一直在讀DB 一直在寫DB 所以最後那個 在同時在設500個concure user的時候 其實整個網站就很慢 然後沒有辦法make那個Tensation 所以就是 就主要是handing在一個single table 對 然後最後我們就把那個數值先 可以分到RADIT上面去 好 那這個時候Tensation就可以 把 完成一個Tensation 需要hand住的那5分鐘的時間 就降到10秒 那就回到正常的一個狀態這樣子 好 那主要還是 就是一開始有注意到的地方 對 好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各位 那這個是我們的網站的網址 然後如果 有興趣的話就是網站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好 那如果有問題都可以 也沒有給我 好 我的email是會去點裝 打 那 這樣子 那我們也在真人 如果現場有一些工程師想要 想要 有機會想要嘗試轉換寶套的話 也可以幫你的resume 直接寄給我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講了一些 比較電商相關的 可能提的太多了 對 對 對 剛剛我們的DDR 這個我選擇 又給大家看 有關他們的DDR 比如說 應該可以在那種DDR 或者說 剛剛都在選擇 有支援的 然後再用它 以後 就是 我覺得 然後又可以把DDR 插持 就是 剛剛看到 很多不要跟DDR 有支援的 然後 我選擇 有AWS的行李 一直找到 Facebook的時候 也不是說 太小 所以 也是選擇我們之間的行李 沒有傳來 就是說 用AWS的行李 因為自己建 因為自己建的話 要再去符合那些HA的架構 那 以我們目前就是說 IT比較缺乏的狀況 其實這個成本還蠻高的 所以我們最後考量的話 還是先用AWS 對 謝謝 那如果 還有問題嗎 或者是有一些建議 我們做的不夠好的地方 可以建議一下 好 謝謝各位